中國一向很少參加女子的七項全能比賽 我記得我小時候聽過一個男子的全能比賽 一個中國選手獲得獎牌 很軍動 現在中國一向在這些全能比賽上比較少運動員參加 但今年破了一例 有首位代表中國參加女子七項全能比賽的運動員 現在已經參加了幾個項目 暫時在成績榜上排排第九 不要緊,有參加已經是好事 這個運動員我亦在4月4日跟大家介紹過 她本來是一個加拿大籍 父親是一個德國人 媽媽那邊是一個中國人 而她的外祖母 媽媽的媽媽 亦是當年在中國一個非常優秀的運動員 可惜當年因為參加各種杯葛問題 沒有參加 所以一直是引以為憾 現在這個老人家 她叫做鄭鳳榮 鄭鳳榮 她有兩個外孫 一個外孫女 到底她的外孫大些 外孫小些 現在她的兩個外孫 會以中國運動員的身份 代替她參加國際比賽 現在鄭鳳榮 黎拉利已經代表著中國隊參加女子七行全能比賽 目前來說 在成績榜上 又沒有排第九 但是 不知道她的強項是最後的比賽 還是前面的 我們不知道 遲些成績出來時 會跟大家說說 到底她這次的成績如何 但是參加 贏當然好 不贏都無所謂 我剛才說到 鄭婆婆 有孫和孫女 現在我說了孫女 孫怎樣呢 孫也會在2022年 在北京的冬季奧運會 代表中國隊參加冰上棒球賽 即是加拿大那邊 他們喜歡玩冰上棒球 所以 相信 這個 黎拉利的 不知道是哥還是弟弟 會在中國的冰上棒球賽上效力 到時我會再跟大家報道 我亦會將 我上次說 這位 運動員的資料 接鏈放在描述上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回覆一覆 這個美女運動員